大約3點左右過去,他們已經開始進行新一波距離, 用水車,強力水炮射那些所無寸的學生,用盾牌,用棍, 用盾牌,一開始第一波見人打,所以大家要看報道都知道, 初步有六七十人受傷,有些都頗嚴重,因為他們打很多地方, 上身、頭,所以他們都陸陸續續厭傷,但他的暴力基本上, 我的理解已經超過了我們可以容忍的硬度, 這個會激起全國台灣人民的憤怒,基本上一定需要有人負責, 原因為什麼進去公佔行政院呢? 原因是因為江兒華和馬英九他們貓老鼠去現場, 講完一輪之後,開記者會,不單止沒有回應, 還有一些根本不足編制的話,去講後運, 以及堅持他們原來根本是欺騙人民的說法,